我们现在来到Target 赶宝要准备 学校的supply Hello 大家好 请赶宝跟大家说Hi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我们要打开B包 打开开学的书包 先看Zoe的 Zoe的呢 是在Pottery Bomb买的 Zoe你要给大家看会发光 是不是 怎么按 所以是有电子的 先让Zoe背给大家看 好 请你 Turn around 所以是这样子 Zoe 请你打开 这边呢 有打开之后是一个口袋 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 这是 可以写名字 有很多笔带啊 甚至还有钥匙圈 钥匙圈在这 所以还不错 蛮多的 蛮大的 这边呢 还有一个 放小东西的袋子 Zoe呢 用来放耳机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主要的大袋袋 Zoe已经把学校的东西都放进去了 不过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隔层 然后一个大袋袋 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 它这边呢也可以 背的时候呢 也可以从肩膀那边扣起来 还蛮好背的 而且还可以调整 所以呢 这是我们这次换的Bottery Bomb 我们是在Outlet买的 所以原价是将近60块美金 我买的时候大概不到40 下来换杆杆的背包 书包 请你打开吧 这次它的蛮特别的 是北极湖的 所以呢 是这样子 北极湖是15英寸 手提电脑size的 北极湖的呢 是第一次买 那我们之所以会想要买这个 因为我们常常旅游 旅游的话呢 这个呢 在旅游飞机上也非常实用 请看看 所以它很简单 它只有前面一个小袋袋 好 来 里面就是一个口袋而已 就有一个说明书 就一个口袋而已 它这一系列叫Conken 所以北极湖系列Conken有这么多种的 OK 那我们再看 请敢敢打开来 它的 它这个地方要把它打开 手提袋这边有 这个地方先打开才能开 然后请你打开吧 打开之后呢 是可以整个这样打开来 感觉就像一个行李箱 小型的行李箱 然后这边有可以写名字 然后这个地方是放电脑的 然后它说这个是一个SIPA 等一下你可以拿出来吗 其实就是一个电子 保护你的电脑 然后这边就是放电脑的 然后这里好像还有吗 背面这边呢 还有一个是打开来的 所以这个可以放 那个手提电脑 笔电 然后这边有一个可以放 东西的地方 它的肩带呢 这个地方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那个 帕 一个护垫 保护你的肩膀 看一下情感感翻过来 这杯是这样子 好我们再请两姐妹一起 翻过来看一下 她们的背包 所以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呢 Kunkan的呢 有终身的warranty 所以如果拉链坏掉 或带子坏掉 可以拿去换 这样我们来看看school supply 所以美国小学要准备的supply呢 其实就大概这些东西吧 然后他们两个很想要打开 有些呢是老师要用的 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那这个呢 会是铅笔盒改成pouch 因为以前是会用盒子 但盒子太占空间了 所以今年就改成 一个铅笔袋 还有午餐袋 忘记给大家看了 午餐袋就是很简单的 杆杆已经写名字了 然后这个是ZOE的 杆杆你把你这个放进去 看能不能放得下 再拿了水杯实验看看 只要不要太大的水杯 其实还是可以放得进去的 对 然后宝宝的就不用讲了 它是正统的学校背包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书包开箱 请赶宝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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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